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250集 恶霸 被这么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环绕 白小春哪怕太古修为 也都是脸色微红 忍不住轻壳 琢磨着 自己作为浩尔的师尊 这一次为了浩尔 也算是豁出去了 浩尔啊 为师可都是为了你呀 感受到你的波动后 为师哪怕千不愿万不愿 也都忍了 白小春这么一想 顿时觉得自己极为伟大 此刻深吸口气 小修一甩 傲然开口 还不把你们的好酒好食 都给本大爷拿上来 白小春话语一出 旁边的老宝眼睛更亮 赶紧的高呼一声 随后 在这群女子的簇拥下 白小春大摇大摆的走入阁楼内 以锦阁楼 那灯火辉煌的气派 以及奢华的装饰 即便白小春 见多识广 也都被此地的一切 给震了一下 这里几乎所有的桌椅 居然都是仙玉打造 而地面的砖石 也都如此 甚至还有专门的震法 使得此地 好似环绕在仙境一般 就连一旁燃烧的烛火 也都是被名贵的药槽炼制出来 身为药道大师的白小春 只是一闻就分辨出 里面至少有七八种药槽 都是已经失传的仙草 任何一株都架之连成 可如今这里的灯竹 竟不下千根以上 这就让白小春心底更吃惊了 按道 这里到底是什么族群 居然如此富有 最让白小春震惊的 是他哪怕神识去看 也无法看出 这里的奢华建筑 有丝毫的虚幻之处 这足以证明 此地的一切建筑 灯竹 地砖 全部都是真实存在 白小春有些心动 在被这群女子娇笑的 簇拥坐在了一处椅子上后 他摸了摸椅子的浴室 心跳也加快了一些 而四周的那些女子 一个个搔手弄姿 很快就拿来美酒与美食 一个个应声艳雨 使得此地化作了温柔之香 白小春 虽是魁皇朝的君主 可也没经历过如此享受 尤其是此刻 他身边又没有熟人 在这星空之旅 疲惫枯燥了许久后 多于这突然出现的生活 白小春从心底 还是很高兴的 他拿起酒杯看了看后 哈哈一笑 直接喝下了一大口 又放开了肚子 吃着那些美食 灵果 时而调戏一下身边 欲惧还迎 娇羞的小女子 前方更有几个身姿曼妙者 正在随着乐曲翩翩起舞 使得这阁楼内热闹非凡 甚至在白小春的两侧 还有侍女为其捏着肩膀 更有娇女为她喝酒 至于那老宝也都厚在一旁 满脸笑容 而一同随着白小春到来的 那两个太古奴 此刻也被不少女子 拉在了不远处 一样的相风环绕 一时之间 娇笑声 曲乐声 搅致在一起 夹杂着白小春的哈哈大笑 使得这阁楼内的灯火 似乎更为明亮 若非是手背上白号的印记 还在时而传出波动 白小春都想好好的 在这里沉浸一下 将这一路的风尘驱散 可就在白小春这里 享受舒适时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的 那满脸笑容的老宝 墓中慢慢露出了幽芒 而四周无论是翩翩起舞 还是弹奏乐曲 又或者是给白小春 敲尖捏背之女 他们的墓中 也纷纷的散出幽芒 他们的指甲 快速的漆黑延长 他们的面孔 也快速的发青 更是出现猙獰 而他们的头发 同样也在急速的生长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 只是白小春闭上眼 享受这一切的瞬间 他四周所有女子 就已然彻底改变 改变最快的就是那老宝 他的身体 刹那就猙獰无比 化作厉鬼 身体一跃 目中带着贪婪 刹那就直奔白小春扑去 他的动作就好似一个信号 几乎在扑向白小春的遗顺 四周的所有女子 都立刻化作了猙獰的厉鬼 向着白小春 以及他两个太古奴 骤然而去 尖锐的嘶吼声 直接就打断了这里的乐曲 四周的烛火之光 更是眨眼间不再明亮 而是透出死亡气息的绿色光芒 甚至光滑的地面也都退去 成为了一处处骸骨所在的藏地 而这阁楼在这一瞬 也飞速的枯萎 远远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阁楼 这分明就是一座墓地呀 不过 桌子上的美酒与美食 哪怕此刻也依旧没有变化 虽不知道这些厉鬼 如何做到这些 可显然他们是真实的 可就在这四周模样大变 所有女子化作厉鬼 扑向白小春三人的刹那 白小春原本摇头哼着小犬 微闭的眼睛此刻木然睁开 锅造 白小春脸上露出不悦 袖子一甩 一股气势直接就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轰鸣四方的瞬间 四周那些厉鬼 一个个顿时就被冲击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墓中露出骇然 急速后退 同时那两尊太古奴也都修为扩散开来 竟一前一后将这阁楼内的出入口封死 更是神念扩散 阻挡了这些厉鬼 穿墙 逃顿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瞬间完成 那些厉鬼还在惨叫 被白小春的气势似伤害了魂体 此刻后退时 白小春狠狠一瞪前方那要扑来的老宝 没等着老宝身色大变后的倒退 白小春已然右手抬起 一把就将这老宝抓在了手中 口中傲然传出话语 你们赶紧给我变回去 难得你家白爷爷能看到点正常点的小鬼 居然还敢变出来吓我 赶紧的 都别啰嗦啊 立刻变回去 继续给白爷爷跳 白小春只觉得自己这句话 说的是扬眉吐气很是酣畅 一扫多年来怕鬼的经历 想到自己有一天 居然让鬼来害怕 他就觉得自己距离人生巅峰 又迈出了一大步 此刻话语节 白小春觉得自己还欠缺一些威胁 于是索性当着众人的面 正要去将手里的老宝的魂去炼火 可他手背内白号的波动再次强烈 散出渴望之意 白小春轻疑了一声 考虑了一下后 将老宝的魂靠近手背 在与那印记碰触的瞬间 白号画作的印记猛的就散出一股犀利 在那老宝的惨叫中 瞬间就被吸走 吸完这老宝之魂 白号的魂散出心满意足的波动 慢慢平静下来 似乎这里只有那老宝 才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 至于其他的鬼 白号看不上 白小春笑了笑 一拍桌子大喊一声 酒喝完了 快去给我打酒 随着白小春声音传出 四周的那些女子化作的厉鬼 此刻也都不敢 不重新变了回来 一个个娇滴滴的样子 看向白小春时 墓中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惧 在他们看来 之前老宝被吸走的一幕 太过恐怖 此刻一个个颤抖中 赶紧去尝试恢复之前的歌舞 想要把白小春给伺候好 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只是 那跳舞的因为害怕 身形哆嗦不停 唱歌的 奏乐也是如此 而最颤抖的 就是在白小春身边 为其捏背 敲尖的 直至过了好半场 白小春再次闭上眼睛 陶醉一时 他们才慢慢的放松了一些 此刻一个个悲催 只想着能伺候好白小春 让他快点走 可白小春呢 倒不想那么快走了 在这舒服的环境里 他一坐就是一整天 喝了不知多少美酒 吃了不知多少美食 直至第二天 黄昏时分 白小春才慢慢睁开眼 休整了一天后 白小春觉得 自己在这辛苦的旅行内 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 尤其是心情 更是美滋滋的 特别开心 实在是 在这枯燥的星空里 能遇到这样的乐子 极为难得 他们虽都是混 可却很特殊 留在这里实在是浪费了 不如带回奎黄朝内 没意思的时候 就把他们放出来 跳个舞 唱个曲什么呢 白小春想到这里 很是心动 尤其是他情书被查抄之后 总觉得除袋内缺少了什么 此刻眼睛一亮 就缺这些特殊的歌舞了 这要是带回去 我看到圣皇后取出 怕是圣皇也都羡慕不已啊 白小春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此刻站起身 在那些厉鬼女子的颤抖下 白小春大袖一甩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跟着我好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